法委員好 部長好 就可能今天很多人也很關切的 包括內政部那邊 內政委員會 大家都很關切 就是說中共化射新航線的這個部分 其實就整體的政府作為而言 我認為是有一些疏失的 因為在中方 其實在公告新航路之前 也透過美方等不同的管道 其實有告知我們將要化射M503的 這個新航路的一些相關狀況 那台灣方面也不太在意 而且在公告 正式公告前的兩個月 中方也有再次 借著一些磋商的場合 有提及這一件事情 那陸委會也沒有察覺 所以其實 我認為是有措施了一些斡旋的機會 那今天不管 大家的評論怎麼樣 很多人其實大概也都是繞著在政治的議題上面 不過就國防安全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們海峽中線長期以來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虛擬的線 不過它至少是一個 它的依據的標準 那現在它把這個民航線已經化射到我們海峽中線 即使交通部一直在強調 有可能中方會釋出善意 中方釋出善意 它即使退了六海里十海里 其實都沒有意義 因為從台灣到大陸 其實我們最近的距離 飛行的時間只要七分鐘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認為 剛剛部長也有提到 可能我們在辨識的能力上面我們沒有問題 可是事實上我認為是有一點疑慮的 怎麼樣加強我們的一些 可能在空軍跟海軍的艦偵系統 還有載台的配置 因為它的機動性可能要更強 它的辨識能力也要更強 因為現在面臨到的是民航機 所以我們希望說在這個部分 國防部可能在這個部分也要重視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圖上面 我們過去其實我們在海峽中線 我們旁邊紅色的部分是不是就是我們的靶區 那現在其實我們的靶區靠近海峽中線 未來中方其實它已經正式將它的勢力範圍 其實推移到我們的海峽中線了 它距離非常非常的近 其實也可以說它是用民在前 均在後的這種方式壓迫我們的活動空間 我們過去靶區設在這裡這麼近的距離 其實有點像是把我們的那個靶場 設在高速空路旁邊一樣 你今天在那裡做演訓 你在那裡做一些射擊的動作 其實我們都是用實彈射擊 萬一因為過去上面是近空的 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你即使它退了六海里十海里 我們在那裡做這些我們靶區的這些演訓 或者打靶射擊有沒有影響 就你們專業的看法有沒有影響 靶區都有飛航公告都有一定的程序來做 我還是要跟委員強調一點 中線以西就你講的中線以西 不是民航機這次過來 其實中共的軍機早就在那邊活動 其實軍機活動沒有問題 很早就兩國論以後它就出它的海 其實我覺得軍機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國防部可以營業 而且國防部如果它侵犯到我們該打就打 可是現在我要提到的是 因為在我們的靶區很近的距離 以前那上面是近空的 因為之前他們的範圍 民航機的範圍是在靠近大陸的一些沿岸 可是它現在已經靠近我們這邊靶區的附近 我擔心 因為你如果靶場在那裡 你萬一有拖靶的狀況 如果不小心影響到民航機 這個我們怎麼解釋都沒有用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必須因應的 委員我們一定會按照國際法上的一些公告的方法 來公告或說跟他們在研究 委員的提醒我們會注意 因為光是公告我覺得可能還 對我們來說壓力還是很大 你在做訓練的時候 其實難免會有一些危險的狀況 所以我想這個是國防部應該要重視的 另外是不是你的靶區 可能有些要移到我們的東部跟南部 現在我們不會改變我們任何的現況 你不用改變啦 你可能你不能把它撤掉啊 可是你有些訓練 因為你如果做實彈射擊 會不會影響到民航機 萬一你發生一次 這個引起的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我想這是我今天提出來的建議 我想國防部可以審慎的考量 因為你今天如果沒有辦法去影響中方 做這樣的決定 他一定是有這樣的航線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上空是非常密集的 不是你公告就好了 萬一有一點點差遲 我們國防部都會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就有別於政治的考量以外 我們可能要考慮到民航機他的安危 那到時候再請部長 如果有相對的因應的措施 可以提供我們意見 那另外我想要請教部長 我們現在公和業務是拿回來自己做嗎 公和 對 工業合作的那個 對 工業合作 過去是我們一向都是經濟部 交給經濟部在做 這次是有一個特殊的因素 他 那個 那個向委員報告 這個營成往往會把它搞混 公和的話在我們軍備局 但是公和會 公和會報在資源時 那麼現在公和的額度 我們現在還有二十幾億美元點 我們現在不討論額度 不討論他的名稱 我要知道說現在是不是 經濟部那邊原來經濟部在執行的業務 不管他是哪一個 之前經濟部在做的那個 現在是不是拿回來 我們國防部要直接做 我們這邊公和小組的是 我們和經濟部一起執行 沒有拿回來的問題 現在還是嗎 現在還是 現在還是 那我們在春節期間 有意思要招標的 是哪一個部分 報告 剛才我是支援市長 那麼向您報告 剛才軍備局長所說的 是針對外購軍品的 所謂工業合作的額度的運用 那我這邊呢 是有一個經濟部跟國防部跟經濟部 所謂發展工業配合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部分是針對國內 那這個部分是針對國內 比方說非機敏 非核心 針對國內的廠商嘛 統籌發報的動作 那麼去年呢 因為這個原來執行這個 這個案的一個中華工業促進會 那麼它在103年的計畫書 它是沒有被我們審查通過的 所以我們就這個案子就打停 打停以後工業局就利用這個機會 就是說希望以後由國防部來接手 那麼事實上我們在去年的6月30號 你知道詳細的原因嗎 為什麼它要由我們來接手 因為我在這裡要提出一個建議 過去因為這些工業合作的部分 因為是針對國內廠商 其實經濟部是最有能力跟能量去辨識 或者推薦我們國內廠商 因為它太了解國內所有的廠商的 就是所有的一些公司或廠商 其實他們的生態 他們最清楚 我們國防部其實所有的 我們專業訓練的我們軍人 其實它最大的專才 大概就是打仗 大概就是管理 軍事管理等等 如果你要介入這樣的業務 其實大概都是半路出家 你對任你在從開始上學到你出來 接這樣的業務 其實都很短的時間 照理說我們很希望知道說 它為什麼要收回來自己做 那自己做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我們今天先提出建議 然後我們可以再做討論 那可是我在這裡要很明確的建議 我們即使把它招標 即使我們自己拿回來 拿回來以後 我們這個委外的廠商 它不可以上中下游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程序 或者相關的一些管理 其實都由它負責 你這有500多萬 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 你上面是寫得很清楚 包括你的審查程序 包括你的試修 包括你的檢驗 其實都是由他們可以負責 這樣的廠商是不是有能力 因為過去包括我們沾車履帶 發生了很多弊端 大概就是因為我們的管理 還有整個流程上面是有問題的 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我想這個我們後續再做討論 因為你們還沒有發生 可是我先建議 你不能讓同一家只有單一的廠商 你即使有兩家三家廠商 你不讓經濟部來做把關 不讓專業的人來做把關 至少你不能讓他上中下游 一條邊有一個單位就可以負責 尤其是民間的 這個我先提出來 這個不是說不會就不會 避案發生很多件 所以我先提醒 另外接下來我想再請教一下 也提到是我們的後勤管理 因為像我們國防部 連四的次長其實一直都是海軍擔任的 是的 不過從去年開始就是說比較近的 像我們陸軍台南觀田 新中雲區的這個軍品的盜賣案 還有在近期 我們看到那個海軍基地 海軍油水室勾結油商 盜取我們船艦的柴油去販賣等等 其實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的管理上面是有問題的 這一點不曉得部長有什麼看法 是 這些案例我特別跟委員報告 就是這些事情對我們的軍運是有受損的 我們也很認真地來看這件事情 這些不法的案件 不管是採購的 不管是內部的一些 不管是海軍的 或是陸軍的 我們都針對這個個案 而且已經做過檢討而且經濟 副長我想在這裡提到 就是說舊管理的部分 我認為是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長期以來 可能我們的整個流程 它都是太死板了 它大概都是英雄之前的一些往例的做法 所以你讓大家有機可乘 其實像連六的次長 他們都是專業 就是都是他們管通知的 空軍派的大概通知出身的 他們一待都非常長的時間 都到最後一天 可是部長可以算算看 我們有很多的海軍中將 都是連四的次長升上來的 其實他們在那個單位在那個職務 待的時間都不長 所以他在管理上面往往可能也會有一些漏洞 他如果符合管理的專才 我們都認同 不管他擔什麼樣的職務 可是我們希望就這個部分 他雖然他要升得很快 可是他還要做很好的管理 這個部分在這裡 我們希望說後勤的管理部分 我們可以 國防部可以再加強 是的 謝謝委員指導 謝謝 謝謝 謝謝馬歐雲